今天这些新闻要关注的就是目前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最新状况 在双方谈判之前普丁就要赌上一把 待会五点他们会谈判 那美国民间卫星就拍到了俄罗斯大军朝乌克兰首都基辅集结 那军用车队延伸超过五公里左右 基辅市场也有坦言 现在真的是被包围了 很明显的普丁企图要制造濒临城下的谈判压力 警告乌克兰说如果谈判破裂 那我就会在基辅发起了攻击 那现在乌克兰的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也是满城的炮坑 这画面非常的惊人 而这些炮坑距离小学也只有数百米 还有不少炮坑是落在住宅区附近 不过好在乌克兰现在是守住这个城市了 目前是全面掌控 那俄军虽然有点灰头土脸 可是目前双方的情况还陷入胶着 那俄军北面不顺 他拿不下基辅哥哈尔科夫 看此来乌克兰有点占上风 可是呢 俄军他炸了乌克兰南部的水坝 解决了克里米亚提供的水患 那从克里米亚北上的俄军还似乎想要改变原本往西铺的向海港大臣的策略 往乌东来进攻 所以呢 专家就分析什么呢 他分析说乌克兰政府现在恐怕要面临的就是乌东主力会被包围 殲灭还是要放弃撤离的这项决定 那现在呢 美国官媒也报道说俄罗斯的盟友白洛斯他们也要进攻乌克兰 最快是28号开始 其实呢 乌克兰境内的有一个机场叫做日托米尔机场就被轰炸 传出呢 这个火箭就是从白俄罗斯的境内发射的 还有人说白俄罗斯要在28号凌晨派散兵空降乌克兰 那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就说 他说这个冲突不是战事 不出三天乌克兰就会变成了脚肉机 非常的狂妄 不过呢 其他国家也不想看着乌克兰被俄罗斯这样吞下 欧盟就雪中送炭 他们拿出了价值4.5亿欧元的武器给乌克兰 而白宫呢 是送出了刺针飞弹 瑞典呢 是送反战车发送器 而俄罗斯也被其他的国家寄出了经济制裁 包括被踢出Swift 还有欧美冻结了央行资产 普丁亲手屠杀了俄国经济油 这也让卢币重贬近三成 民众急忙从银行提领现金 导致现金需求暴责了58倍耶 但是呢 普丁不怕 他不理解 因为他还有另外一个盟友 就是中国 外传呢 习近平要用经贸来助俄罗斯一臂之力 他要做哪些呢 他要解除俄罗斯小麦进口禁令 来扩大两国货币结算 以及让俄罗斯提供给中国更多的天然气 这样俄罗斯就有经济来源了 这也显示中国以行动 要来抵消欧美制裁的影响 那话说 普丁跟中国的关系这么的密切 可是中国似乎是被普丁摆了一道 习近平完全没有掌握到普丁发动攻势的情资 连撤侨都晚了一步 这恐怕会让中国跟俄罗斯之间心生嫌隙 可是中国又必须要作为要力挺俄罗斯 双方关系真的非常微妙呢